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首先感谢关乐仪基金会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 因为关乐仪先生跟我说 他说我不希望我的这个地方总是只有钢琴和小提琴 我们还希望有国乐 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我们去年就在这里举行了真言情语的第一期的这样音乐会 很成功 所以今年呢是再续前缘 所以今天又有一次在这里和大家相聚 希望我们的古证音乐能够得到大家的欢迎 感谢关乐仪基金会 首先我还是要管谢我们到现场来的这些各位嘉宾 你们的到来是对我们演奏者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古针呢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 最古老的乐器之一 它呢起源于中国的秦朝 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朝 这个地方呢在现在的陕西和甘肃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 当时呢那个地方是很荒蛮的地方 但是他发明了这样一个很优美的乐器 后来随着秦的强大 这个乐器就推广到全国 一直流传至今 大概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那古针呢它承载着历史 所以呢我们今天能看到这样的古针呢 它之所以受欢迎呢 它是很优美的一件乐器 不光是演奏上的很优美 姿态也很优美 所以呢它现在很受大家的欢迎 另外呢古针的这个乐器呢 它现在的这个演奏的空间 经过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创新 它已经不光是从传统上面的大量的作品 以及包括我们现代 它也有很多创新的作品出现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九首 不同风格的古针的音乐的独奏和重奏 下面我们先有请我们第一位的演奏者 是一个六岁的小朋友 欢迎陈天哲 等一下啊 陈天哲呢他呢只有六岁 但是他四岁开始学琴 他其实呢对古针的了解呢 是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了古针的声音 还听到了我的声音 所以呢到了他四岁的时候 他过了生日 他就跟妈妈说 我的愿望就是要学古针 所以四岁的时候 我允许他到我这里来学古针 他现在已经学了两年 已经学到六级的水平 我们来今天欣赏他 给我们带来一首 浙江针派 就是中国针分很多流派 浙江派是一个很大的流派 的一首著名的乐曲叫云庆 这首乐曲是很开心很欢乐的 请大家欣赏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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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中就是每一个流派它有不同的特色 完全不同的风格 但是用一台同样的一个乐器 我们演奏出不同的风格的曲子 就是它的各剧特色可以说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音乐的博大精神 今天他演奏的这首潮州音乐呢 《开扬窗是一种很传统的小作品 前面是比较悠扬的慢版 到后面是有一点点小块版 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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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传统古针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调试 因为在古针的我们用的音律当中 我们是用的是五声音阶 所以像这些乐器和包括这个是不同的调 但是用的都是五声音阶 就是Dore Mi So La 没有发和音 但是由现在的创作以后 它就打破了这样一个传统的调试 它就根据音乐的需要来定调 所以我们当听到这个幻想曲的时候 它已经是很具有西南的 我们可以听到那种很原始的气息 还有一种很古朴 原始 甚至是有一点点神秘感的这样的一种音乐 请大家欣赏 请大家 订阅 转发 打赏 点赞 转发 打赏 点赞 转发 打赏 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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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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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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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